李白斗九诗百篇 李白就出生在内里 五岁那年 他又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龙 金四川江有青莲乡 所以他又号称青莲居士 李白少年时便显露才华 十岁通诗书十五号建树 三十成文章 三十岁时以诗文知名天下 二十五岁那年 李白离开四川顺长江东下 先到达江陵 拜访了一位八十高陵的道士司马成真 司马成真曾受到武则天和瑞宗 玄宗三朝皇帝的接见 在当时名气很大 司马成真见了李白 对他大为赞赏 李白很高兴 回去后就写了篇大鹏赋 把自己比作气概抱负不凡的大鹏 大鹏赋很快传开 李白的名气也更大了 公元七百三十四年 李白到了襄阳 拜见了荆州次使韩朝宗 韩朝宗因喜欢讲涅提拔人才而闻名 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生不愿风万户侯 但愿一时韩荆州 韩朝宗对李白自然是称赏备至 而李白写的自我推荐信 与韩京周书也成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佳作 明满四海的李白 在公元七百四十二年 天保元年 终于奉照来到京都长安 当时任秘书少监的老诗人贺之章 得知李白到了长安 亲自到旅社去看望李白 他读了李白大约在十年前 写的蜀道南后 反叹道 这是一个从天上贬折下来的仙人啊 从此折仙这个称号不静而走 李白也被人们称作折仙诗仙 李白进宫后 唐玄宗很高兴 封他为汉林供奉 据说唐玄宗当时 曾亲自走下台阶迎接李白 还亲手为李白调制羹汤 出于信任 他还让李白参加了起草诏书的工作 唐玄宗对李白 只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宫廷诗人 为太平盛世做些诗文点缀 但李白是一个有远大报复的人 出进宫廷时 他对政治了解不多 因此奉命写了不少歌颂生平的诗 不久 他的思想就起了变化 天报年间 朝廷政治已由胜转衰 唐玄宗也由一代明君 渐渐蜕变为庸主 朝廷中的有识之士 都在担忧时政 担心发生变乱 李白对此是有认识的 作为一个明满天下的大诗人 李白的个性也是十分狂放的 他又特别喜好饮酒 常喝得酩酊大醉 杜甫曾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世上酒佳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忠仙 这样的个性 使他很难被朝中的权贵们所容忍 据说他先得罪了唐玄宗 最信任的太监高丽氏 高丽氏又故意歪曲 他写的诗清平调 使杨贵妃对他也心生记恨 最后连唐玄宗也疏远他了 可是 李白的个性 使他安能催眉折腰 是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这时他最向往的 还是他以前 云游天下的自由生活 于是 李白向唐玄宗上书请求离京 公元七百四十五年 他的请求被批准 他离开长安 又开始了漫游山水间的生活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 安史之乱爆发 洛阳长安先后轮入乱军之首 唐玄宗仓皇逃向四川 唐宗宗在陵武即位 逃难途中 唐玄宗又任命他的第十六子 勇王李为江宁大都督 要勇王招兵马 抵抗叛军南下 那时 李白正避乱隐居在庐山 勇王东下经过巡仰 今江西九江 得知李白在此 便派人请他参加自己的幕府 出于一片爱国心 李白立刻答应了 并一连写了十一首 勇王东巡歌赞扬勇王 可是 唐宗宗并不信任勇王 认为他出师东巡是歌剧江南 便调动兵力 准备消灭勇王 勇王大怒 也发兵进攻 这样他便成了叛逆 将士们纷纷脱离 勇王最终兵办自杀 李白也因为 负靠叛逆之臣 被判死罪 多亏郭子怡等人相救 李白被改叛 流放夜郎 治所在金贵州 正安西北 还没到夜郎 朝廷宣布大赦 李白得以返回四川 李白的晚年 是在安徽当途度过的 他的族书李扬兵 在那儿坐县领 唐代宗继位后 下诏拜李白为佐时宜 但诏书还没到 李白已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 他六十二岁 至今当地还留有 李白的衣冠种和纪念堂 李白现存的诗 有一千多首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 这些诗经过 他的夸张的描绘 想象奇特的渲染 显得大气磅礴 出神入化 他还写了不少反映人民生活 抨击黑暗政治的诗 他善于从民歌 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 经过他的丰富而奇特的想象 使他的作品 具有雄奇豪放的风格 瑰丽绚烂的色彩 他被认为是自屈原以后 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他的创作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 不少作品如 《蜀道南》 《静夜思》 《早发白地城》等 已成为千古传颂的佳作 李白在诗歌创作上的伟大成就 是很难用几句话来描述的 也许只有杜甫的两句诗最有概括力 比落金风雨 诗成妾贵神